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一起來欣賞雙隻龍吃早餐 又要努力弄恐龍樂園,究竟今集會遇上什麼事情 天氣變化其實都是今集新增的特色 不要以為這些是恐龍頭皮,真是雪 喜歡我們玩模擬驚型遊戲的朋友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看支持我們 又來新一集,大家慢慢欣賞 在突發事件中,竟然在世界地圖上會遇上活生生的恐龍 這次有5隻色傑龍 當然接受任務是免費的 就在美國的聖路逆施 派兩個科學家過去都夠了,希望全都足夠 上集不是說,可以刻扣我們科學家工資 其實做老闆真的不可以這麼刻心 現在我們只可以建造小的酒店 建造大型酒店需要研究 但我們有一個研究部同時 可以令整個項目便宜一點 按了它,再看看可以便宜多少 本來是50萬,現在35萬 足足便宜了15萬 所以說其實對員工好是有好處的 突然間有一個低溫警暴 落到大雪 哇,已經白蒙蒙一片,難怪恐龍會滅絕 在落大雪的時間捉到3隻色傑龍 這樣就運過來這邊 還有因為大雪關係,我們的巡邏車 好像壞壞的,故障一樣 但還在動 天氣這麼冷,恐龍會不會凍死呢 這四周,大雪應該非常擔心 興趣的是一個公鮑鯊 極了長的尾巴? 這就是你的公鮑鯊 叫做Sauropelta 充滿了鑊鑊的手繩 它們從頭部浸透 那就是非常鑊鯊 這是一個固定的幼女 這次用緬快的三隻恐龍 從頭部浸透 這止是一件好的 這些異度的動物 是個正式冷靜的 先看看 他們兩個都有點不同 我想我們的雙鋪其實可以賣魚泳 因為大雪的關係,我們的園區評價大跌,不夠兩星 門票的收益也很少,因為少了人來 大雪其實少人來是正常,但是降星星就有點無辜 不過不要緊,大風雪結束後就會回復正常水平 最大問題是現在遊客少了,我們的收入就會降低很多 大家看右邊財務那邊 每分鐘收入18萬多,但是我們每分鐘要花26萬多 現在在虧錢,希望這個暴風雪快點過去 去吧 有一隻色結龍,太冷了,太濕溫了 看看他的濕溫是怎樣 因為暴風雪真的會爛傷 因為太嚴重了,就不是就這樣吃藥,首先要麻醉 先把他放掉 看起來暖一點 我們第一次負數,因為這個大風雪虧大本 我們起落後,除了要養恐龍,養得好之外,其實真的要聽天由命 有時候看我們那個花石那邊可不可以幫忙 這裡有11萬 9萬 還有45萬,幸好 馬上分解了,不是,我看一下 我要處理這些花石 右下角我們要付5萬,我們負6萬多 這樣的話,雖然撿到一些很貴的花石 很厲害 再看看現在門票收入都還沒有上升回正常水平,只要等多一會 看看星星做什麼時候可以回復正常 剛才那個色結龍,我們沒有錢先把他放在這邊 上升回了,看到錢負少了,星星上回了 好奇賣1元 過了這個暴風樹,終於見到一些曙光 趕快就 這一批花石 分解了他 真是很害怕,就這樣破產不能玩 好了,這隻色結龍都有錢去治他,要付9萬2千元 剩下2萬多 那叫人去休息 都不夠錢,差一點 夠了夠了 要員工休息,我們給他7萬5千元 山窮水盡 我們星星數去到三星多一點,變回正常水平 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廁所覆蓋率不夠多 以及住宿服務評價也不夠 服務區方面覆蓋率也不夠,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我們的店舖是最小的 只可以容納200人 以前那隻遊戲上一集是可以增加員工 令我們可以多服務一些人,但今集不行 其實要建大店舖是要研究的 這間叫做改良服務區,就要給20萬才可以建造一個中型的店舖 原價他要20萬 找這個研究部小花,因為他可以把它變成14萬便宜6萬元 正,全靠你有折扣 接著我們看看我們的酒店大哥最一號其實都有些問題 因為其實他只可以容納400人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是有536名遊客 都要建多建一間酒店 不如我們就 用一條漂亮的路在這裡畫多一條路出來 這樣 可以建一個中型的服務區 中型服務區有很多選擇 因為之前有豆腐和牛扒 這樣的話,有美味牛扒? 不如好一點,名字好聽一點 還可以加5個模組 可以唱K 接著這個是不是拍貼照,代表帶頭貼機 多了很多選擇 先按了,不要開玩笑 因為有一個遊玩區域 他的圖像是給小朋友玩 就是說一家大小來,父母就撐桌腳吃東西 小朋友就去遊玩區玩 這個我很明白,為什麼 一定要加這個東西 這樣就可以很舒服的吃東西 好,再建多一個中型在旁邊 可以買珍珠奶茶 我其實都經常買的 再建多一條路在樓下,當然要再建多一間店 今次都是賣禮物 上次的東西就賣了沒有 賣衣服可以吸引三種不同類型的客人就買衣服 廁所都不夠 只要一個在這裡 新的商店街 看一看,立即吸引到300多人來消費 全部都308 廁所覆蓋率有100% 上面的店鋪會不會被人搶生意 都是滿了200架 代表其實 這些店鋪我們真的要再建多幾間 吸引多一些人來 儲了一陣子,大型的酒店可以建 來吧 就是在這裡靠著河邊 但是就要調整一下角度 這樣 只有這個位置 這個這樣 前面有些小店 又可以過去消費購物 旁邊有兩個欄都可以看到恐龍 快來落城 明白了 搞定 這樣吧 明白實在 叫做四季酒店 說得明白,你進來住就先走 帶多些信用卡過來 我看到滾爆了一張又要多一張 裝飾一下,這塊石頭好像蟲了進去 算了,不要緊 我們測試過了,其實這些真的是裝飾的,人們是不會用的 我覺得有點可惜 好,四季酒店落城 看一看,住宿服務評價100% 有19隻恐龍可以看到的 接著我想改一點東西,我要先拆掉這條路 短燈都拆掉了 我想把這條路就 屈落樓下 有點淵迴 在景點這裡 有一個叫做旅客景點,要20萬 現在我建的這一座東西是今集新珍的景點 這個是電影院 這間電影院其實就是叫做早祥爾滿 如果有人想打電話來買票的話 接電話的CS就會一領電話 早祥爾滿,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這座建築物是新的,遲些解鎖多些還有其他類型 可以吸引多些遊人 除了看恐龍,還有其他事情做 今集其中一個目標是製造鳥龍 養翼龍 暫時只可以蓋5塊 儲多一點錢,又可以蓋多一塊 變成三角形 翼龍是要有專屬的枯化牆 很長的 這些不是比遊客用的路,用稍微便宜一點 看我們原居平價 剛才落大雪 跌得很可憐,現在有四星多一點 我們有兩隻翼龍就已經達到了100%的基因進度 有古神翼龍和西亞翼龍 我看看他們合不合這兩隻 沒什麼所謂,應該都合不合 我們先做西亞翼龍 鳥龍建完,遊客怎樣看 我想大家都猜到,又要研究,差多少錢 就是要用這個鳥龍觀巷區 真是說你都不想要200萬,幸運 今集的主角又是你出場研究布小花 要16個齒輪 原本200萬,840萬就可以了,幸運 剛才那些阿西翼龍,慘了,只有兩隻可以敷出 派接生大師去幫忙 要38萬 另外要敷發古神翼龍 看看基因有兩點紅了,在社交上需要關懷 不如我們加強他 令他有點謙信 不過可惜戰鬥就做不到,要解鎖,遲些才搞 暫時改造這個基因要敷發他就要162500 因爲他三角形關係,我把鳥龍觀巷區建在這邊 算是挺好的 不錯 視野剛剛好 接著我就在這條路 我想都很吸引吧,看翼龍就建一些小店 小店 在這個鳥龍觀巷區 旁邊 大家可以吃東西,買衣服 又可以買飲品 其實這些小店前面都已經是恐龍的圓區,可以看到一些 像雞和像駝龍 暫時店鋪其實是沒有人來光顧 不過不要緊,我們的翼龍一出來 這裡一定會爆棚 現在就放第一批西亞翼龍出來 暫時都是枯發到兩隻的 暫時都是枯發到兩隻的 接著,古神的翼龍也可以放出來 總共有四隻 我覺得很帥氣 我覺得 連科學家都很喜歡牠 然後就開這個版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遊客的劑湧道 劑湧道其實有些地方是紅色的,有些方法可以改善 其實我就解鎖了道路,最闊的這條路 很貴,弄這些路又浪費時間 那就將 索性好嗎?全部路弄到最闊 不對,沒有錢了 等等 一路有錢一路就 將路弄到最闊 這個都改了 看一看 看一看 就已經沒有紅色了 最後再弄一件事就是 單軌電車站 這個真的很重要 雖然我們的樂園不是很大 但是也沒有理由要人從入口走到尾 這個都可以用來的 就是要改善去的 需要改善去的 需要改善去的 經過一些難的都可以當 也可以當 欣賞恐龍 就可以當 那現在等時間過 完成時間2小時48分,3小時之內完成就叫合格 但其實真正玩是超過這個時間,因為我經常要暫停,慢慢思考怎樣做 有時又要重新做,怕恐龍生態的樣子也是花了些時間 不過這一關絕對不難,希望大家都輕鬆下到5勝 再高空望一望,其實不是做了很多東西 再按三個人再看地圖,左右兩邊都可以再建 主要有一個草食性恐龍運養的園區,另外有刺雞和刺陀龍的園區 這裡就是各備龍園區和樓下雙隻龍園區 另外還有一個鳥龍,養了兩種不同的翼龍 我覺得這集最好,其實反而建了一間四季酒店 很危險的玻璃,我不想變空宅 這裡 有人在上面,但他沒有去游泳 用這間酒店的視野看看,原來看得到這麼漂亮 好像在體育館一樣 這樣 外面我建了幾間店 這個才是入口 而且這裡這麼奇怪,這麼長 接著我們坐一下列車看一看 都算迷人,對吧 雖然這次真的不是很大 這個遊戲真的很花時間玩,還有很多恐龍還沒解鎖 好 不過幸好在這個地區都養了兩種不同的翼龍 這集玩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記得留意我們 下次見,謝謝,拜拜 在哪些人 嗎 再次一次,多謝大家 協力,你太孔心了吧 而且我們在這次,多謝大家